狼图腾中有这样一则令人震撼的故事。 当地人会在草原上设置一种强有力的捕兽家, 以此来捕获野兽, 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 这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 而是狼如果被夹住了腿, 会把腿连古代金拳咬断, 瘸着三条腿逃掉。 而其他野兽被捕, 只会在原地哀嚎, 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之时。 如果换成你, 你会是勇于断腿自救的狼, 还是会在恐慌中沦为猎物。 不得不承认, 我们时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但不懂止损的人往往只会损失更多。 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沉默成本, 指的是那些已经付出并且无法收回的支出, 比如时间、金钱、情感、精力等。 生活中很多人往往舍不得放弃沉默成本, 你买了一张电影票, 看了半小时发现事不烂片, 却还硬着头皮看。 与男友相恋三年, 明明双方已经没有感情, 却还凑合在一起。 去热门景点旅行, 到了一看人多景色差, 依然会走完全程。 在一个行业工作多年, 没有发展前景又不想放弃累积的经验, 于是继续纠结懊恼。 惊人的沉默成本告诉我们, 及时止损才是成年人的高配。 一、敢于及时止损的人赢在了未来。 英国有一句谚语说, 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可为什么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忍不住做牛奶哭泣者? 这是因为放弃沉默成本会触发损失厌恶效应。 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对损失的感受比获得的感受强烈约四倍, 这就是损失厌恶效应。 在现实生活也是一样的, 你眼睁睁看着钱财离你而去时, 感受到的痛苦比你得到同等价值的东西时, 感受到的快乐大得多。 也就是说, 当沉默成本产生时, 人们会本能地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这些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埋藏在我们的认知里, 控制着我们的思维习惯, 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不理智的选择。 我们总是害怕损失, 而忘记我们可以获得更多。 如果勇于接受这些损失, 我们便有机会把生命投向无限资源的未来, 找到更好的途径来弥补这些损失。 日本松下通讯曾面临一次重大的危机。 原本松下是日本第一全球前列的电子计算机开发公司。 但没想到美国IBM横空出世, 这批黑马在电子计算机领域的排名 很快超越了松下。 松下高层岌岌可危, 纷纷献祭抢占IBM的市场份额。 没想到总裁松下幸支柱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直接放弃电子计算机领域哪怕已经投入了大量研究费用。 从此, 松下专注于发展传统产品, 最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而当年和IBM一决高下的富士通, 日历之后都以惨败告终。 亡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聪明的人永远不会坐在那里, 为他们的损失而悲伤, 他们会很高兴地想办法来弥补他们的创伤。 正如著名作家林语堂所说,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敢于及时止损的人虽然损失了过去, 但却赢在了未来。 二, 难以放弃沉默成本的人终会沉默。 朋友和老公恋爱五年结婚三年, 老公有赌博的坏习惯, 经常在网上玩牌。 身边人都劝朋友趁着还没孩子抓紧离婚。 然而朋友却很犹豫, 说舍不得和老公从大学一直到现在的情分。 宁可帮他还贷款, 守着一个烂摊子过日子, 也很不下心离婚。 终于在高利贷催收人员找上门时, 连婚房都赔了进去, 他才终于选择离婚。 就因为已经付出了, 所以只得继续痛苦地硬撑着, 直到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损失为止。 难以放弃沉默成本的人终会沉默。 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他的诗中写道, 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有效的做法就是在失去太阳的时候主动拥抱星星,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成年人最难的自律莫过于及时止损。 即时止损不是一种懦弱, 而是一场自救。 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战略性放弃, 不和烂人烂事纠缠。 那些突破了沉默成本的人通常能在未来创造出惊人的价值。 三,即时止损才是成年人的高配。 一次,印度圣雄甘地乘坐火车出远门。 当他刚刚踏上车门时,火车正好启动, 他的一只鞋子不慎掉到了车门外。 就在这时, 甘地迅速脱下另一只鞋子扔向刚才那只鞋子掉落的地方。 众人疑惑不已, 甘地解释道, 如果一个穷人正好从铁路旁经过, 他就可以拾到一双鞋。 这或许对他是个收获, 这双鞋的价值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对于甘地而言, 掉落的鞋子不可能再找回, 于是鞋子变成了他的沉默成本。 在生活中很多人会因为沉默成本而耿耿于怀, 进行下一个决策时未守未剿, 从而错失及时止损的机会。 但真正的勇士不仅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更要敢于放弃毫无价值的过去。 下面这三个思维能帮助你克服沉默成本效应, 做到及时止损。 一、断舍离思维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书中写道, 不管东西有多贵, 有多稀有, 能够按照自己是否需要来判断的人才够强大。 断舍离不单单是一种家居整理, 收纳术更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 学会断舍离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沉默成本的影响。 断舍离思维的精髓在断, 你只有先认清现实中的错误, 做出断的决策才有后面的舍与离。 很多人不敢断, 是因为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 越是自尊心强的人, 他们的沉默成本模式越严重。 因为他们总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 假装自己没走弯路。 每个人都会犯错, 敢于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才能尽早脱离沉默成本的泥潭。 二, 减法思维。 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 当人们想要改变现状时, 往往更倾向于做家法而不是精简当前的事情。 选择家法或许是因为删减东西, 就意味着要承认之前添加的属于沉默成本。 但事实证明, 一味做家法并不是人生的最优解。 如何抓大放小提炼思维和行动模式, 才是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幸福感的方法。 看过一句话, 厌恶损失不应成为我们忽视减法的借口, 我们所追求的减法是一种改进。 这种改进即使在数量上有所减少, 也是一种进步而不是损失。 比如远离不断消耗你的人, 跳出不能让你成长的工作, 果断放弃错误的决策。 成长是做家法而成熟是做减法。 三、迂回思维。 所谓迂回思维, 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避免正面的直接交锋, 暂时的离开直线轨道绕道而行, 力争在曲折中寻找洁净。 山崇水复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魅力所在。 在身边人都鼓吹坚持到底的时候, 及时放弃就成为了一种离经叛道。 成功的道路不只有一种, 一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 调整方向迂回求解, 远大于一位坚持带给你的回报。 小王子里有一句打动世人的话, 你为玫瑰花费了时间才让它变得如此珍贵。 玫瑰有很多, 这一朵和那一朵没有本质区别。 你不甘心放弃的是你为此付出的时间。 可如果玫瑰已背离了你的初衷, 甚至伤害了你, 那么果断舍弃玫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人生那么长, 买错了东西, 走错了路, 爱错了人, 及时止损就好, 再出发一可重遇好风景。 人生那么短, 别陷入沉默成本的内耗中, 该断就断, 该离就离, 你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